哇 哇 这肉一看就好吃 都是雪花的 哎呦 一下就熟了 我们又点了一锅韩生吃的大酱汤 哎呦 Hello大家好 我是羊羊羊皮梨 还有我的好朋友 小姐也知道烧鱼是一个非常社恐的朋友 目以类聚人与群分 我也是一个非常社恐的人 所以我们两个社恐人士 就在韩国发现了一家专门为社恐人群开的饭店 无人烤肉店 我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没有 韩国的饭店已经内卷到了相当的一种程度了 就是这一家店 里面是没有人在里面工作的 然后在里面自助烤肉 没有服务员 我们进去看一下 以金门周四平平无奇地走廊 每一层都有一个弥骂门 一瞬间不知道那个才是饭店 这栋楼都是这家店 这是二层 我们是302号房间 天呐 这么神奇吗 这是一个饭店 这好像居民楼 熟终老板提前给您骂 好神奇啊 哇塞 其实就是家庭住房改造成这样子的 我们是这门房间 哇 哇塞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小房间 完全没有人招呼 锅你别说还真是烤肉店的锅 那小溜和蔬菜都准备好了 还有个小冰箱 这是我们今天点的菜 我们的菜放在这个冰箱里面自取 还有一锅我们点的韩牛大酱汤 我太神奇了这块 我们有想法就是搞一个这样的地方 其实相当于花了一个预约金 然后把这间房间租下来了 在网站上可以买他们的肉 各种各样的 我买了两份韩牛 看起来橙色好好 还有猪五花肉和猪颈肉 这里最好的一点就是可以自带食物 太绝了 什么都可以带 所以我自己还带了烤树的东西过来 因为可以烤点菠萝食 还怕它里面没有烤的这种蔬菜 还买了蔬菜 然后我还在我们家门口 打包了一份三文鱼沙拉 我第一次来这样的店 和那种贵人便利店的感觉还不一样 自己在这儿跑路 在一个房间里面 确实第一次 那为什么不带家食呢 这肉一看就好吃 都是雪花的 这是韩牛 这是韩国最贵的牛 我再放一点菜 我喜欢多小孩啊 好香 我一动这个肉 然后它在这儿 韩国口味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 把这个泡菜放在下半部分 泡菜带着肉香一起烤熟了 一起吃特别特别香 这肉超级厚也 一块大牛排好像 但是油烟排带挺好的 就是一个通风管道 还有空桥 缠住了 你来一块中间没有特别熟的 还是红红的这块 我吃烤肉的时候 是比较喜欢蘸芥末里吃的 真的不蘸烤肉 就是像牛排 又嫩又透 我来之前也看到了 我说这家店是从肉店直接进货的 然后肉的价格也是 跟上肉价一样的 所以肉的质量很好 还有三文鱼沙拉一起 再淋上一层 如果用三文鱼裹着韩牛一起吃 好吃下很好吃 不能难吃 三文鱼那个柔软的口感 配上赫文顿的韩牛 它们两个在一起 好爽啊 我感觉这里真的是 笑口吃过的健康 相比无人烤肉店来说 它有点像口肉纯响店 你们也不陪任何打扰 纯粹的享受这个口肉的味道 这么大一口肉 一家进嘴里面太爽了 送了我们一盘 烤肉酱拌葱 它在这摻一种没看到 好烫哦 我觉得肉配葱和蒜都是绝大 这个还是挺少见的 韩国油叫葱鸡趴蛋 上面就是盖着这种生葱 然后和炸鸡一起吃 也特好吃 我第一次配肉一块吃 可以拍拍一张时间 七分钟 一个牛排 没有 人家小经理是过来喝红酒 搞电压上来的 我俩是纯职 这下一天 这路真的是颜色好看 韩国人这天送礼的 那种高级含牛的橙色 哎呦 一下也就熟了 看它多饱 这个地方好好 我在这里拍摄都没有人会看我 之前我们去拍摄的时候 相机在这放着 然后人家隔壁就会去 哎呀 这网红吗 这是不合那干嘛的呀 我就说别看了 那一下 你让我看我我都吃不下去了 那是什么 哎呀 来来来来 同志们给我乖乖一块做好吗 扶岸球吧 它里面配的是粗盐 我来尝一尝 有点想吃它原味的感觉 哇 我的天啊 我怎么感觉看你有点像十二天上的中博呢 高端的食材 往往采用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春风清扶青草地的那个风声 好像还听到了奶牛的叫声 你踩牛尾吧 你踩牛尾吧 Bravo 这一没有人收鱼的表现欲望就相当强烈 对啊 猪颈鹿 鹿真的好 看这个雪花 看这个雪花 而且它的侧面真的超级鹿 烤盘上有菠萝 真的是这件非常爱吃的事情 嗯 哎好甜这个菠萝 烤菠萝真的人间美味 看看这个鹿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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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尝一下这个菠萝 太甜了 好甜 我想那个好办法 用冷风让菠萝凉快一下 应该可以了 哇塞 哎 外皮凉凉的 你们一咬一咬 这 真好 真是一个好办法 给你也凉了已经 过我说给你净了 哇 今天这个 这个是用鱼啊 融合在一起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啥音 啥音 哈哈哈 非一青猫 没有人以后我发现它是真缝的 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荤素搭配 火香烤肉太好吃了 没有烤过菠萝的 你一定要烤菠萝好吗 最后两块肉 最后两块菠萝了 半杯 我们又点了一锅韩生式的大酱汤 我们把刚刚没有烤完的蘑菇 又下了一点筋皮 还有没有烤完的五花肉 这点真好 我自己来做菜 如果愿意的话 咱炒星不炒一旦 完全没有问题 还有肉块也熟了 开始是一锅大酱汤 我们来一点点小小的饭后餐 吃完烤肉 烤白肉不炒饭 一白吃 我特意留了一小条 没有吃完五花肉 我们把它也炒熟 做一个五花肉炒饭 放一点笋 再往里面放一点泡菜 来来 看一下了 老板 我这个好像在炒菜 哎呦我去 哇 超级好吃 我这十几十几的感觉 就放一点不跟 我们再带一片放在 哇 这个肉块 吃这个饭的时候 感觉是 最正餐的精髓啊 真的好香 真的好香 再尝一下 刚刚煮开的韩式酱汤 它里面这个红红的肉 就很像是韩牛酱汤 这汤辣辣的 我看这胃口大开 通常都能干一顿的 这种紫菜 包一口这个炒饭 嗯 这里面肉还挺多的 每一勺上面都有肉 好满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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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酱汤太好喝了 就是我喜欢那个辣的味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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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很好吃 要不现在再买一碗吧 没这样 把灯关掉 就这样结束了 真的完全无人 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和我们有接触 这疫情期间真的很好 但是我发现了很神奇的一件事 他们家厕所 你们竟然有放一次性的 刷和牙膏 好像宾馆一样 大家知不知道 韩国人特别喜欢在饭后生 抓牙 哎 这很好 然后它竟然有送一次性的 太方便了 这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站在这里刷牙 但是有了有了 免费的 便宜不占不占不占 厕所里面还有带这个 除醋的这个香喷 不去动 你看你不会玩 应该是这样的 有了 愿不必当 便宜并不不占